日前花蓮县考古文化馆正在进行七角川旧社文物发掘 在挖角过程当中也挖出很多的当时旧社文物 不过却也发现仿丰田域的玻璃材质手环 这个凸显了当时丰田域在贸易上价值以及玉石的取得不容易 近几年七角川社历史事件一直被后代所谈论 在日据时期灭春的历史在族人文化当中是更重要的一环 近几日花蓮县考古文化馆在旧社居民将进行基地的一个建设工程 在文化局文资科的了解后进行了文物的抢救 也得到了相当丰硕的历史文物并证明了历史事件发生的存在 那这个发掘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是预计我们会办一个发表 那这个发表的时候 那当然我们在考古馆那就会比较容易嘛 那因为我们有自己展示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规划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七角川的一个特展 那我可是其实我们最希望的是跟七角川的后裔的族人能够分享 而且这些族人也是居住在我们考古馆的附近啊 不然是寿风啊 光荣村啊 或是那个其他的地方 其实都在我们的附近 那那我们当然也会邀请就是这些族人 那那来来参加我们的那一个发表这样 而在该处的挖掘当中也发现了许多仿制 丰田玉的手环 而材质更是以玻璃所仿制而成 挖掘人员更是惊讶 没想到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山寨的概念 记者凌杰烧芳香 采访报道